主席科同仁,我請教一下這個屯管處的處長 还有我们那个署长 您署长跟署长必行 委员好 署长你好,2013年第十四届全民奥林匹克恒春海上常永这个活动 这个已经举办第十四次 那我请教一下,我们屯管處是主办单位 指导单位是体委会跟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 那这一个计划有大概四千名左右的选手参加 那这个计划他也没有计划书 当时这个承办单位在拟定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书有没有经过我们这些主办单位 尤其是我们屯管处的这个核准,有没有 是,跟委员说明 这个案子的话是高雄的一个游泳协会 我现在说他有没有送计划书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活动的计划 协助的一个工作 好,那我请教一下,你说 就是说两位海岸巡逻员 然后水上摩托车几步 这是我们很晚处提供一步 一步 对因为我们 你们提供一步 我们只有一部水上摩托车 所以你们在这边假如发生大规模的这种水上的灾难的这个事件 我们的主管机关,内政部肯定公园这个管理处 水上巡逻员两位,救生员两位,水上摩托车一步啊 不是,跟委员说明 因为我们是属于协助的那个立场 你是主办单位,你是主办单位,我提醒你,你是主办单位 高雄游泳协会他准备了两百五十个救生员 三十个潜水人员 还有他增掉了十部的水上摩托车 另外他还有三十,三十艘的竹法 同时这个活动在进行的时候 增掉是事前增掉吗? 事前,事前,这个都是事前运作好的 那包括海巡署他也有支援两部的一个舰艇 所以也就是这整个的活动 他在运作的时候是有相关机关 他的一个救援也同时在 所以当时我们的同管处认为说 包括你所提的这几个数字资料 是 已经我们同管处认为说这样已经足够 是不是这样 好啦,那我请教一下,这个事前有没有做过演练? 有没有做过演练? 嗯,没有 有没有常态性的,每年的 每年举办活动嘛,你有没有去计算说 四千多人,你这几十部的这个组法 你这样就足够担任这个救援的工作 你有没有考虑到说整个 包括救生员的比例 跟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具的这个配备 船只的配备 这样就足够应付四千多人的一个比例,有没有? 我们是没有演练 没有演练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第一个,你低估说整个救生能量的这个能量在先嘛 那第二个,你们这个从来从头到尾都没有演练嘛,对不对? 怎么你们是怎么在行政资源? 你们是主管机关耶 你们是主办单位 这个每年那么大型的这种活动 我们所有的这些前级的这些幕僚作业 包括这些,包括相关的这个行政的一个规划 我们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啊,对不对? 你也没有事先演练 人那么多四千多个 有没有考虑到说你这些货送的医院 你的救护车,有没有?有没有考虑到 有几部救护车,救援的能量够不够? 今天这些说好价钱 提供疼人 有那么多其他旁边的这些邻近的人 加这个资源 这个人还没死那些呢 你要是说今天真的是,我坦白讲真的是后果 真的是不堪设想你 这个假如说真的四千多个下去 这个署长,这个是我们政府在杀人 你那先期的规划,也没有做审核 这样能量够不够?也没有审 大家算一算,差不多够了 也没有做演练 这些救生,每年夏天这种人潮那么多 每年到墾丁国家共有六百多万的这个来往的这个观光客的这个人数 大规模的这种常用 我们事前的先期的这种规划 我们真的是草菅人命,你知道吗?也没有演练过 那我接下来再问啊,那当天 主办单位要下水之前,有没有经过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机关同意 我们都不知道,游泳协会说下去就下去啊 有没有开过会? 当天下海的时候,它的一个海矿跟风向,其实是还好的 因为八点钟第一批下去是还好的 那到了九点钟的时候,洛杉丰增强整个海流 那个感觉 还好是谁讲的,还好是谁讲的 感觉还不错,感觉还可以就下去了 啊?谁讲的 有没有作业准则?几级浪可以下去,几级浪不能下去 有没有? 我们是七级浪以下可以下去 七级浪以下可以下去 对 啊? 七级浪是浪高多少公尺? 啊?大浪啊?是几浪?多少? 呃...四...呃...四... 浪高四米,最高5.5米啊? 你还可以下去啊? 啊? 是什么浪?七级浪? 七级浪是什么浪? 七级浪在,呃... 一弯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四五米的那个浪高左右 五米的高度,你叫我下去游泳,我告诉你 我一米我都不太敢下去 我在潜水,我潜水经验十几年 这开什么玩笑 墾丁公园国家管理处的处长 你浪高几米可以下海,你都搞不清楚 啊? 风速呢?风速多少可以下去? 风速没有... 没有限制哦? 海上强风警报发布了说 三级风 还可以下去哦? 六级风,海上强风,六级 尺寸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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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分钟,呃... 这一个... 每... 每... 每小时 13米 啊,这样还可以下去啊? 诶 诶 诶 肯定国家... 国家... 公园管理是... 现在唯一的一个海边的这种 海上的这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处长 竟然主辦單位連封數多少可以下去 浪高多少可以下去都搞不清楚 啊誰說還可以就下去 這開什麼玩笑 國家公園開什麼玩笑 主辦單位場所在你那邊四千多個人在那邊游泳 你把上面當兒戲 署長 當然這個 剛才委員提起我這個確實是有親夫的地方 這個要不要調查要不要懲處 有沒有以行政舒適 我們會 我們會來調查 那個部長部長來 我真的最近這一段時間不是針對部長個人 但是這一段時間我真的是看到這種行政部門 這種推諉的這種 推諉陳鋒 然後這種大家互推卸中我真的是看的實在是很厭惡你知道嗎 交通部台鐵兩個副局長到現在還有一個涉及弊案的副局長還在位置上 我們內政部竟然說到現在為止你今天我真的是講得很難聽啦你現在處長今天要來立法院開會 你救人都來不及啦你還來這邊開會 就不把他當一回事嘛對不對 四千幾人在辦的多年 方應這麼大 氣象局的資料我跟你講你這些都是這個堵職罪 處長 你這些都是堵職罪我跟你講你等著上法院 6點的時候啊 6點的時候 風力高達這個 每分鐘13.3米 已經超過6級風 7點的時候浪高0.64米 你這個氣象局你自己回去查資料嘛 部長 我自己有在噴水啦 日本的潛水教練日本的潛水教練每次要下海之前 每次要下海之前都會帶了一個流向流速器 走這裡走去走去山谷町 潛水人員一下去馬上測流速 多少以後我在哪裡潛水起來他船就在那裡接我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沒有先測量流速 啊 處長 你們那麼大的活動辦了14年 為什麼要下海之前 你拿個簡單的儀器 在所有的那種儀器行你都買得到 你流速測量計你馬上下去測量 這個流速多少 馬上data就有 適不適合下去 有 很清楚啊 你說沒機器 用眼鏡看你也要浪高風 風速那麼強 還進來還下去 還在那邊推推 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氣象局 真的是荒唐到的幾點 部長 這個要不要調查要不要懲處 我想我們會在這短時間把整件事情 把他調查清楚 有人為舒適的部分我們一定會做適當的處置 部長 這個 像這一種浪高 假如說一米 浪三級 沒人敢去收水 我才不會跟你說 你即便說我在潛水到墾丁 你浪高三級 沒有這個教練都不會建議我們下去 所以今天大家就回去 興致衝衝去 然後拜信而歸這種情況在墾丁常常發生 墾丁的海巷本來就是不穩定啊 對不對 那你竟然四千多個你要放他下去 夠苦喔 真的 越說越受氣 怎麼有人說 怎麼有人說 這主辦單位把責任推得一乾二進 一會推給氣象局 一會推說你是協辦單位 你是行政指導 你就是要負起責任啊你 不負起責任還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其他人 我真的是真的是 氣 說得真是越說越贏 本來沒要受氣 聽到真是很討厭 好啦部長你這個調查清楚好不好 我們會調查 三個月調查報告還是一個月可以把這個調查報告送到立法院嗎 一個月一定會調查清楚 假如有私職人員這個是不是要移送法辦 有私職人員我們一定會做 看他私職到什麼程度 一定會有處置 好謝謝 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我還有時間 你這樣比較嚇到 這個國家公 那兩位請 我就部長 部長就可以了 這個墾丁國家公園大概是每年的遊客的人數 大概是六百八十幾萬 那六百八十幾萬 你假如 按照我們今天所送來的這個我們預定的這些收費標準 我幫你算了一下 3000塊 遊覽車45個人 或者是每個人 單一據點大概100塊左右 所以你6680萬的這個旅遊人數 假如一個人收費平均來講100塊的話 你就收了六億八 肯定你就收了六億八 那我請教一下肯定國家公園管理處 一年的預算大概有多少 一年 你們預算知道 一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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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預算 編列一億九 你收費收 六點八億 這樣不是搶錢是什麼 應該收不到六億多 那我就打個折好不好 四億好不好 好 那你這個不是搶錢是什麼 我是簡單算數稍微幫你算了一下 你假如每個人進去都有收錢 按照我們這個收費的辦法裡面 我們現在收費是根據據點 你到國家公園你不見得會跑到像俄羅安比那些 但是你一個點就收100啊 兩個點 半個點連票的話 兩百 250 我們現在肯定預計會收到多少錢 有沒有一個概念 多少 九千多萬而已 九千多萬 我們這個三個點大概會收到九千多萬 是我算數算錯啊 不是 你六百八十萬 你這些人進去都不買門票 都不用門票 六十八十萬是到了那個地方 但是他不見得會去俄羅安比 公園貓鼻頭公園跟農蘭團 那你六百八十萬是怎麼算的 車子經過肯定就算了 來了就算 對 來了就算 不是 我們現在收費只有三個據點會收費 就是 鵝鸾鼻貓鼻頭跟農蘭團 我知道 但是你六百八十萬總不可能這六百八十萬 所以我說打個對折 你至少還收了三億啊 現在才做吧 九千五百多萬而已 這個部長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我只是把我的看法 這六百八十萬 這六百八十萬 多費啦 使用什麼 但是要去減好說為什麼這些 這個費用 到底是 我們為什麼要支出那麼多 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 有那麼多的這個路客 去那邊 包括他的整個 相關的這一種 參訪的這個行為 那是不是造成我們環境的這個負擔 你當然要做一些差別的大力 或者道路客進來啊 證據我們官員覺得 我們台灣本國旅客這兩年的有費負擔增加兩次 那是為什麼 因為道路客來 這個人這個東西 這個價值當然 我們香港的人 這個價值的欣賞 對不對 那當然會影響到我們本國 人民 去那個 我們國家公園 這個旅遊的 這一種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習慣 或者是說 這個這個興趣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要適度的 收費 應該是要適度的要回饋 到我們本國的這個國民 對不對 像光石公園 本國人跟外國人本來就有差別待遇啊 所以我認為說在收費標準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做一些 做一些考量 考量到說本國人的 這一種 所謂的這一種 旅遊的這種習慣 那怎麼樣定定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標準 他也不要增加國民的一個負擔 我想這樣子大家 草野三家主要不見到 我想這我完全同意 好謝謝 好